武神主宰 第五千四百七十一章 主副镇主 哄 一道道浩瀚红光 此刻正远远浮现在众人面前 那红光宛若一片天幕 连接浩瀚天际之上的九明晋空大阵 绽放令人心悸的密文气息 混沌世界中 万古民族急忙道 陈少 这就是九明晋空大阵的核心之地了 前世万古民族身为幽明大帝麾下名将 自然曾见识过这等大阵核心之地 陈少 我曾听大帝讲过 这九明晋空大阵共由九九八十一根特殊空间神柱构成 每一根空间神柱都蕴含特殊的密文 其中 十八根主神柱 六十三根副神柱 想要破解此阵 陈少你 先要做的是先找到其中的十八根主神柱 万古民族一边凝视 一边道 同时 这十八根主神柱 并非一成不变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随之移动 千变万化 便是大帝级强者 轻易也无法窥探出端倪 所以才能困住大帝强者 哦 秦晨眉头一皱 凝视远方 哦 他眉心之处 造物之眼骤然出现 深邃幽暗的眼瞳 宛若能看穿世间万物 汇聚前方 隐约间 秦晨仿佛看到 在那浩瀚的红光天幕深处 隐隐有一根根通天的七彩神柱耸立 每一根七彩神柱都绽放神光 流转有无数深邃晦涩的密纹符路 极其复杂浩瀚 远远隔着 根本无法窥探出来端倪 主人 此阵太过浩瀚复杂 属下一时也分辨不出 哪根是主阵主 哪根是副阵主 使媚大帝睁开双眼 魅惑的眼瞳之中 霞光流转 可任凭他如何凝望 却是始终分辨不出来这些空间神柱的区别 有一种眼花缭乱之感 他心中顿时一沉 秦晨的目的本是想要通过破解 这九名近空大阵离去 可现在 他却连哪一根是主阵主 哪一根是副阵主都看不清 这还怎么破解 陈少 要不要属下将幽明大帝强行唤醒 让大帝来观看一下 以大帝之能 定能轻易看出区别 万古民族 跃跃欲试道 秦晨 这家伙 当年 真是这幽明大帝麾下 如今幽明大帝只剩一道残魂 先前几次出手 已经消耗了他大量精力 现在若是强行唤醒 估计本源受损 将会更加严重 不用 秦晨抬头 目光深邃 若是连这主妇镇主都搞不清楚 那他还来破解个屁 此时 看到秦晨停下来 凝视着远处的光目不说话 魔力心中不由松了一口气 秦晨这小子 应该也知道 强行破解 是根本行不通的 正想着 就看到秦晨突然一挥手 刷的一下 一道娇小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大哥哥 这身影正是笑笑 他一出现 就看向了四周天地 清澈的眼中 满是好奇之色 在看到那连接天地的九名近空大阵天幕之后 眼眸中顿时亮起了光芒 好美啊 大哥哥 这里就是死海外面吗 此时 一旁的魔力 已经看傻眼了 秦晨怎么把这么一个小女孩搞出来了 啥情况 秦晨 这是你女儿 魔力愣愣地道 和谁生的 秦晨 哥哥哥 大哥哥 这个哥哥好好玩啊 笑笑哥哥笑了起来 他眨巴眨巴眼睛看向魔力 大哥哥 这个哥哥和你一样 不是明界的生灵呢 而且 他体内还有一个长得丑丑的家伙 魔力瞳孔一缩 心中巨震 罗侯魔祖 丑丑的家伙 是在说他吗 秦晨笑着 摸了摸笑笑的脑袋 笑笑 我们现在还在死海外围 还没有完全离开死海 大哥哥让你出来 是有一件事 需要你帮忙 大哥哥你说 笑笑盲点着小脑袋 你看到远处那天幕了吗 其中有八十一根柱子 你帮大哥哥看看 哪些柱子和其他柱子不一样 秦晨一直远处天幕 混沌世界中 万古民族眼珠子一瞪 靠 自己怎么把笑笑给忘了 笑笑的生死阴阳眼 能窥破冥界一切 说不定还真能找出主阵柱来 笑笑点点头 连抬头看向那远处天幕 她的瞳孔之中 仿佛有阴阳在流转 变得极其诡异起来 嗡 在笑笑的视线中 眼前的诸多震柱 瞬间变得不一样起来 大哥哥 笑笑看出来了 有十八根柱子 和其他六十三根不一样 就是那根 那根 那根 还有那根 笑笑一边说着 一边将那十八根震柱指了出来 秦晨运转造物之眼 果然 在笑笑的指点下 本来不甚清晰的震柱 顿时迅速地显现出了区别 大哥哥 这十八根柱子 其中有三根 又和其他的有些不同 这时笑笑突然诱导 秦晨心中一动 让笑笑指出了 那三根柱子所在 同时凝神望去 这一看 莫名的 秦晨感觉体内的空间之道 微微动了一下 核心震柱 秦晨目光一闪 这三根震柱 绝对是十八根柱震柱中的 核心震柱 是真正大震阵眼的位置 好了 你先回去吧 秦晨摸了摸笑笑脑袋 将他收回了混沌世界 同时 他将造物之眼也收了回来 事实上 就算是没有笑笑 以秦晨在空间一道上的感悟 也能分辨出来 十八根柱震柱的位置 但是需要耗费一些瞬间 而秦晨现在 最缺的就是时间 而笑笑 身为死灵 长河之灵 能窥破冥界一切虚妄之物 正好可以用一下 秦晨 你从哪里找来的小姑娘 她刚才不会是随口说说的吧 魔力忍不住问道 一个小姑娘 随便一看 就能找出来 连大地都无法轻易窥探的镇主核心 这可能吗 放心 论靠谱 笑笑肯定要在你之上 秦晨淡淡道 魔力认出了主镇主所在 秦晨等人迅速逼近 伴随着秦晨等人的靠近 一股愈发浑厚的气息扑面而来 从本质上 给予众人强烈压制 与此同时 秦晨目光一闪 在这附近虚空中 她感受到了一些气息的隐藏 应该是在这里看守的强者 果然 秦晨他们一靠近这里 立刻就有立刻传递而来 什么人 胆敢靠近九名近空大阵 嗖嗖嗖 一道道身上 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身影 从虚空中走出 冷视秦晨几人 这几人 竟全都是三重永恒至续境的强者 无疑弱者 不过身上的气息 却脖杂散乱 应该是分别来自不同势力 秦晨悄然给了魔力一个眼神 魔力冷哼一声 当即上前一步冷喝道 本座乃五月明帝大人麾下 前来巡视九名近空大阵 怎么 连本座你们都敢拦 五月明帝大人麾下 众人心中一惊 其中领头之人看向魔力 皱眉道 本座也是五月明帝大人麾下 阁下是魔力才加入五月明帝麾下不久 又非常年驻扎此地 而他们看守此处 一待就是很久 基本很少会有调动 自然会有些陌生 放肆 还敢说你是五月明帝大人麾下 竟连丽魔大人都不认识 怎么做事的 就在这时 千言鬼银怒吓一声 上前说道 千言大人 看到千言鬼银 人群中顿时有鬼羞惊呼一声 急忙上前行礼 游龙是你 千言鬼银扫了眼对方 此人居然是自己的麾下 驻扎此地的诸多强者 据是来自各大势力 只不过千言鬼银也并不清楚 他们具体看守哪根柱子而已 大人 您怎么来了 游龙银虫急忙道 千言鬼银冷哼道 不久前死海一变 有强者从死海囚龙中逃脱 为防止出现意外 所以奉大帝之命 特来巡查大阵各处阵机 速速让开吧 别影响了我等巡查 是 那幽龙银虫急忙让开了路 其他势力强者 却是看了眼领头之人 立摩 你就是修罗道祖大人 最近看好之人 那领头之人目光一闪 他们虽然常年驻扎在此 但对死海驻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渠道的 自然知晓魔力的一些事迹 魔力脸色深寒 怎么 你是在怀疑本作 说话间 魔力直接拿出一枚令牌 看到此物了没 还不速速让开 轮回令 那领头之人倒吸冷气 他只是从一些渠道得知 魔力受宠的消息而已 但万万没想到他身上竟有轮回令 大人请 他额头冒汗 急忙让开 作为坐镇此处的首领 他在驻地还是有一些地位的 所以才会如此傲然 可没想到魔力身上有轮回令 有此令基本都是修罗盗祖大人的亲信 若是惹怒了修罗盗祖大人 他吃不了兜着走 魔力冷哼一声 当即带着秦晨等人大摇大摆进入 带得几人离去 那领头之人 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对着其他人立合道 都好好巡逻 看守住这附近 看来这次这死海异动 还真有情况 连大队麾下首领级的强者 都被驱使前来巡逻 万不可大意 是 众人急忙点头 而此时 秦晨等人已来到了九名 近空大镇镇住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